来到东宁市 就好像一个迷途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家 心有归属了 下面一段是一些感谢 这就不念了 问题是 佛妻几天来 法喜充满 请问我们回去后 如何才能保持法喜不退 不断精进 大家有缘来到东宁市 也是跟净土法门的姻缘 跟阿弥陀佛多生多劫的法源属治 所以大家到东宁市 就把它看成是 前往极乐世界的一个中转站 我们心要全都归属到 阿弥陀佛那边去 所以大家这几天 念得都很大部分 比丘和信众都念得很精进 各个堂口念佛的声音也很嘹亮 此起彼伏在庄严做这个道场 可想而知是有不少的同修充满法喜 明天晚上会有一个共享的 一个座谈会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法喜 在明天晚上再来交流一下 那么这七天一众靠众 再加上道场的加持力 以及东宁僧团 班首之事和约众的共同努力 应该说还有大半天了 不到一天了 那带着这份法喜 怎么才能保持呢 就是回去以后 一定要有早晚定课 一定要有念佛的数量 通过这次佛期 要把自己念佛的数量 更上一个台阶 这样你在佛号当中的 持念的时间越长 你的法喜呢 就会保持的时间长一些 也是令我们的心 越来越精进了 一个重要的方法 由于阿弥陀佛的佛光里面 就有不断光在加披着我们 也有阿弥陀佛的欢喜光 在加披着我们 所以要法喜不退 不断精进 还是全养个号 阿弥陀佛的名号光明 才能得到圆满 好 请看下面 弟子听法师 一再批评一个观点 往生是很容易的 我已经往生了 当然亲事念佛的行词是不对的 但祖师不是说 要着得生想吗 也常听闻极乐就在当下呀 弟子前年被告知 今中有寿记 可知何时往生 一心求解 告言 以发愿 今发愿 当发愿 若以生若今生若当生 文后大喜 也有这样的感受 我当下已在极乐 生在韩元殿 何须 密长安 生而无生呀 其后几天 都是内心极安详 请问 弟子的感受和状态不对吗 不是信愿极深吗 我早就发愿求生了啊 如何住到李氏元龙 另外 佛妻可其取证 是为证什么 证往生 证今中数年不虚 证自身本来是佛 好 这个问题还是提的有点 有点思维了 说明你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往生这个事情 你说容易也一如反掌 说难也是难以上青天 是很难一般的表述它是很容易 还是很不容易的 问题就在于 具足信愿是能往生 问题是你能不能具足信愿呢 说我已经很信了 我已经发了愿了 我当下就往生了 我已经往生了 这个听过去口头这么滑这么凌厉 但真是这么回事吗 真的就那么 你一听就马上相信了 那佛再三强调这是一切世间 极难信之法呀 你真的是不是真信了 再就真的是发愿了 你自信信要 欲生 彼国的心 是不是真的起来了 艳离苏婆 真的把五一六成的诱惑都没有 面对死亡的到来 毫无畏惧 带着欢喜心随佛往生 这些都不是口头上的 都是在你的心地 在你的行为当中 要表达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听 有些刚学佛的人 一听说往生很容易 他就说我已经往生了 我已经往生了 能够叫他念佛 还念什么佛 我已经往生了 还念什么佛呢 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 这个奇谈怪论的 说你天天念佛 说明对阿弥陀佛有怀疑 还要靠念多少名号才往生 要知道阿弥陀佛 已经让我们往生了 你相信这一点 你还要念那么多佛号干什么呢 你说说这不是进一步的 就一些奇谈怪论就出来了 我们是针对这个来谈问题的 禅宗原来说 很多人参禅 参话头追求开悟 实际上开悟到了 如果进堂之际还有一些人 或者宋代还有的话 以后就开悟者越来越少了 但是大家都追求开悟 就有一些长老呢 就印证 你开悟呢 他开悟了 大会中稿禅师曾经有一个反省 原来他参禅得一个长老 印证他开悟了 结果他在几次的这种体验当中 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开悟 才知道叫做无言长老 用冬瓜印子来印你开悟了 所以呢 这个禅宗没有开悟 被印证自己认为开悟了 或者有人印证他开悟了 那进度中仍然有这个 自己不具足信愿 然后自己以为已经具足信愿了 或者别人也觉得你具足信愿了 但是你思维一下是真的吗 是真的你具足信愿吗 那你看善导大师是做过要做得身想啊 但是他是有前提的呀 你具足信愿了 你要做得身想 也一定是能够往生的 也已经是往生了 但他所举的例子是韦迪西夫人 关经的韦迪西夫人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他是国泰妇人 就相当于中国的皇后啊 养尊处优啊 生活幸福啊 忽然碰到了一个宫廷的巨大的事变了 他的儿子却受提伯达多的挑破 对他的父亲要关押 要杀他的父亲 把他父亲平坡苏罗王啊 投到七重牢房里面去了 并且让卫兵 七重卫兵把守 不让任何人进去 也不让任何饮食进去 就要让他的父亲饿死啊 那韦迪西夫人看到自己丈夫这个样子 就想了个办法 装着去看望 就身上涂着那些卖面 然后阴落里面装到葡萄姜 进去让他的丈夫能吃点饮食 不要被饿死 那这样的行为被他的儿子阿瑟士王子知道以后 对韦迪西夫人他的母亲 亲生母亲都生起了很大的杀害之心 拿着剑就要揪着他 韦迪西夫人的头发 就要杀他的母亲了 还幸好是月光和齐婆 两位大臣劝谏了 并且威胁啊 如果你杀了母亲 我们可能就要把你赶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没有杀母亲 没有杀母亲 就把这个韦迪西夫人 又投到牢房里面去啊 你说说韦迪西夫人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啊 也知道他的丈夫没有他的送食 肯定很快死亡 自己关在牢房里面也非常的绝望无助 才去向灵鸠山的佛陀求救啊 求救佛就很慈悲啊 知道他的心声就陷在皇宫 陷在皇宫 陷在皇宫 边哭边祈求啊 这个世间太着恶了 这个世间是地狱恶道充满 我就不愿再见恶人啊 不愿再闻恶声啊 我要求生无忧老处了 这个时候韦迪西夫人是通过他儿子的这个恶意之行 对这个世间彻底看破了 彻底厌恶到极点啊 所以他的那种对极乐世界 对净土的向往 那是到位了 所以佛就在光台放光 光在光台里面显现他方的净土 韦迪西夫人亲自选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希望佛教他往生极乐净土的方法呀 教我思维教我证书 那世间牟尼佛就为韦迪西夫人 教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 开始由于韦迪西夫人总因为是要定善了 一定要有亲近心 要有很强的福德智慧才能往生 所以佛就跟他顺着他这种请问 给他介绍日观 地观 树观 楼阁观 宝座观 一观观过来 这一谈的话那是很难的 很难观想清楚的 最后是到第七观 华座观的时候 韦迪西夫人都觉得这个原来净土很难往生的 有这么一个忧虑啊 所以佛两土四尊加持 释迦牟尼佛说 这个劝慰他地听地听 勿将未读 宣说除忧老法 这一说那阿弥陀佛现在虚空啊 当阿弥陀佛现在虚空放光铸造 加持韦迪西夫人的时候 韦迪西夫人这时候才得到了往生净土的信心 那阿弥陀佛佛光怎么传达这个信心呢 是告诉韦迪西夫人 你只要信愿称民 我就能够让你往生 倒不需要非得要多大的功夫 要观想清楚才能往生 所以这还是讲信愿称民的问题 所以韦迪西夫人当下就正得到了无生法忍 这个无生法忍不是从断货的程度 乃是得到了净土的信心 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那个无生法 她韦迪西夫人信 信受了这个阿弥陀佛救度的法 安立在这样的救度的法上 就叫无生法忍 那是问我们你自己 有不有韦迪西夫人这种决断的心呢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事件口头上不留恋 真的禁决一些还是留恋 一些老句子说 我什么都能放下 就是孙子放不下 那你这个孙子放不下你能走吗 是吧 所以这些就说明怨 不是很好成就的 艳离娑婆心求极乐 谈何容易啊 无量节以来就在娑婆世界打滚了 虽然很痛苦但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家庭眷属 父母夫妻 虽然在一个屋顶上住着也是磕磕碰碰 这个见了面就就就就就吵架就烦恼 但一离开了又又又开始思念 它就是这么一个如右露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能不能往生是看你的信愿是不是具备 而信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不要一上来就说往生很容易 我已经往生了 这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无数捷以来的那种根本烦恼 怀疑 贪症吃慢疑 疑是六种烦恼之一啊 这种疑会障碍我们对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信心 你有时候都会想像 我们作为人法界 怎么能相信佛法界的事情 这里面的距离太大了 在十法界当中 极乐世界属于佛法界 是最高的一层法界 中间还各的菩萨法界 圆觉法界 声闻法界 还有天法界 我们是在人法界 是在第五层 能够相信第十层的这样的境界 你说容易吗 它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就常常举例子 你地下这是蚂蚁还是畜生法界 它要相信人法界的事情 相信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灯光 有扩音器 有摄像机 有这个电脑 你让蚂蚁相信 我们这个境界都不容易 那我们要深信阿弥陀佛那个境界 你说就那么容易吗 所以我们要反复的讯息 确实净土法门属于原教的法门 非常不可思议 你真的是发了这个往生的肯切的愿 跟阿弥陀佛的愿感应到交 你已发愿就已经往生 精神发愿就精神一定往生 那未来发愿就未来也决定往生 确实是这么回事 但是你的愿出得来吗 这不是口头上的 这要从你的真诚心里面出来的 你没有一种人生巨大的这种因缘 没有对娑婆世界厌离到骨髓里面去 你厌离娑婆谈得上吗 你对极乐世界那种向往 就好像一个囚犯 向往自由一样的渴望 是像一个恶夫 向往一顿丰盛的美谣一样的那种向往 那你侵慕极乐能成就吗 如果我们听到极乐世界 看过去听过去挺好听的 但闭上眼就觉得虚无缥缈 再想一想这个世界也还蛮不错 再进一步想一想 这个世界也就是极乐国了 那你说你还能往生吗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反复的熏习 所以我们做得生想也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在深信切愿上要下功夫 只要我们具足信愿 阿弥陀佛也确实能够 确保我们安稳往生 所以我们就得要常常要打佛气 闭关念佛 每天有定课 真的你信愿出来之后 你真的要在佛号当中 一往情深的去念 多多一善的去念 如果你说我已经往生了 我已经具足信愿了 然后叫你念佛呢 不念 那就有问题了 去戳马匠就有时间 念佛就没有时间 你就有信愿了 所以我们佛气科技取证 其实科技取证就是来 使我们的信愿坚固 信愿形都有需要坚固的必要性 信愿形能够坚固 我们就能得到感应道交的心态 那才有着德声响的资本 好 请看下面 东宁是成就如此殊胜的东宁佛号 惭愧弟子受益了 想知道成就东宁佛号缘起 感恩并逐东宁佛号身炉人心 让更多人发喜充满 惭愧弟子几次来东宁是打佛期 每听到早晚鼓声响起 身心愉悦 但不知这敲骨内涵有什么意义 每天早晚敲得这么殊胜 东宁佛号大家已经念了六天了 应该说能够尝一点东宁佛号的味道 他的低层缓慢哀量 这佛号的缘起 说起了话长 也是我们在念佛过程当中 遇到的种种的挫败 挫折 总结教训出来的 最先缘起是在2000年 应该是1999年了 1999年到2000年的春节的时候 我们在九华山齐元寺 来打了一次佛期 那是比较精进的佛期 16个人在那里做 基本上就是佛号不断 七昼夜佛号不断 中间轮流休息四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佛期 在这个佛期当中 原来我们也是念的 一般是愿得比较快一点 比较高一点的佛号 但是发现那个佛号 念到第三天就念不下去了 就是嗓门全都沙哑了 念不出声 再加上念的脚步也很累 所以我们当时就思维 要把这个步子 第一步子规范 步子不能乱走 所以就出现了一句佛号走四步 慢慢走的这么一个格局 第二就是佛号把它慢下来 不能念得那么快 所以就有低层反慢的这种格调出来 这么一转两个方法一下去 马上哪怕嗓门沙哑也能念得出来 而且念得还挺好 所以我们以后就渐渐的就把这个方法给它维持下来 进一步的加以来改善 寺院的木骨城中 就是精行红尘课 是让我们从迷目当中精行过来 那这个鼓呢 像一般打仗 首先要敲鼓 一鼓作气就调动士气 所以我们一听到鼓声 就会把这个心气给它调动起来 来觉醒 令我们觉悟一些事情 请问大家常说的 诸佛菩萨加持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认为只要到寺院 病痛就可以好 事业就可以顺利 家庭就可以美满 难道是这样的吗 当你提了一个怀疑的话 那就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首先我们来看 诸佛菩萨加持是怎么回事呢 这要有点智慧的关照了 就是法界当中有诸佛 有很多的菩萨 他们就有大慈悲心 也有大的智慧 微神愿力 就在整个的法界 这个辐射他的慈悲愿力 他就来帮助我们的 解救我们痛苦的 就是娱乐 把苦 把我们种种痛苦 给予我们种种的快乐 这是他们的 菩提心愿的一个核心内容 所以当我们能够相信 有诸佛菩萨的存在 也自成祈祷 这样就能感应道教 感应道教 诸佛菩萨的光明愿力 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 就能帮我们消灭障 开智慧 治疗疾病 令我们逢凶化疾 遇难成祥 人格完满 事业顺利 家庭圆满 这样才有作用 如果说 你没有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 甚至你都不相信 有诸佛菩萨的存在 那你就是一个绝缘导体了 那你说 你想病痛就好 事业就顺利 家庭就圆满 那可真是迷信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自成感通 得到佛菩萨的 真实的力量的加批 我们才能够得种种利益 所以信和愿极为重要 我们作为佛弟子 都很关心 东宁大佛工程的建设情况 请介绍一下 最新的工程进展情况 和建设历程 大佛工程的募捐情况如何 资金是否到位 何时开光 愿大佛工程早日远程 众生早日回家 感谢大家对东宁大佛的 关心和支持 这个明天可能会安排大家 后天的应该是 8 初8 8号 就是打完佛期 我们会 如果还在寺院的居室 会安排去参拜大佛 确实 东宁大佛经过20年的历程了 那真是一波三折 这个终于在4月初8 我们以张杖法会的圆满举行 就有一个落成了 大佛本身已经建成了 这个指摩真金色也有那么一种味道了 这个张杖也赋予了这尊佛像的应有的宗教生命力了 所以这尊佛像就从我们教内的立场来看 就已经是比较圆满了 大家可以拜了 可以去感应到家了 但这个之所以开光的问题 我们确实还是要慎主 东宁大佛的工程是 它工程量很大 目前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 现在主要是进了装修阶段 这个装修工程还不容易 要把它装修好有很多细节 比如我们大佛台下面有一个 就虚密台有一个空间 大概有6000平米 我们想做一个无量光电 无量光电里面也会供一些佛像 阿弥陀佛的28公分36公分的佛像 他有的信众希望在那里可以供供佛 那这样我们下面呢 也都想把它搞得庄严一点 庄严一点也提供大家一个修行的环境 我们是想未来可以在那里做 昼夜念佛呀 精进念佛以后就在东宁大佛 从那个虚密台上去做 如果夏天就可以在外面闹 如果下雨就可以在里面闹 那可能那真是万人念佛的这个场所了 还有中筑线的有三大殿 六个配殿要安装佛像 也有很多的壁画 那配殿里面我们有观音殿 有地藏殿 钥匙殿 祖师殿 他这个住佛像的过程 我们都在全面推进 中间还要建一个木塔 中筑线还要做一些成廊过去 大佛台也有些装修工程 现在都正在做 这些都是细活 都要体现一些文化的韵味 尤其山门口有 我们原来叫素食馆 净土文化街 所以那个七千平米 我们都想把它作为一个 缝法的净土文化展示的地方 所以这些都在设计 设计都在好几稿了 都要互动 设计好要找施工单位 来施工要招标 这样过程 你看目前无量光电 已经设计了两个月了 基本方案出来了 现在还在跟我们互动 还有很多修改 实际师是苏州的 水平也还不错 但我们要让他进一步了解 我们寺院的功能作用 我们也希望广大的信众 也参与提一些建议 对于那个无量光电 你站在一个信众角度 希望里面怎么装修 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为好 因为那些地方 我们都是想提供大家来修行的 所以这样呢 就是今年开光就是不大可能了 政府都希望我们早点开光 周边的企业也希望我们早点开光 但是我们确实开光不了 募捐的情况呢 估计有些信众现在觉得东宁大佛已经建好了 是不是就不需要钱了 据说和这个募捐部听的电话是这样子 但你大家到现场看一看 这个装修工程呢 还是挺需要一点钱的 你在我们无量光电的六千平米装修 我们也想地面都搞金砖 金砖就是这些价值都比较高 听那个设计师说 光我们无量光电的装修 按他的标准来算 不会低于三千万 所以这些呢 对资金问题 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个态度 是不是缺不缺钱 我总是想有钱呢 钱多就渐快一点 钱少就渐慢一点 没有钱就念阿弥陀佛 这样为好 所以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 最怕的就是天天这些出家人都来搞募捐了 人家就赶紧要关门了 所以大家尽管到大佛那去拜 大家必要有心理压底 南无阿弥陀佛 来到东宁寺 就好像一个迷途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家 心有归属了 下面一段是一些感谢 这就不念了 问题是 佛妻几天来 法喜充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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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